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过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喜剧之王》的同志和朋友 对于我在这里复述的这段台词应该还有印象吧 这是他在片中饰演的天场跑龙套 影天愁在去和莫文蔚饰演的大明星 娟姐对剧本的过程中发生的一场戏 影天愁作为一个演员非常之敬业 而且也很渴望得到制片公司的认可 所以拼了命想要把握好娟姐给她的宝贵机会 当一个合格的男主角 从此跻身演艺圈 成就自己的演员梦想 然而遗憾的是 影天愁当男主角的机会 本来是碰巧撞的大运 要不是因为和娟姐搭戏的大哥 档期冲突根本就轮不到她 后来大哥把档期调整过来了 自然就没有她什么事了 可是并偏愁不死心 拼了命的想要留在这个剧组里 于是便不厌其烦的再三追问 娟姐的经纪人 我还能演什么角色 这个角色有几句对白 这些对白分别都是什么呢 最后给人家娟姐的经纪人都问烦了 留给她退场的最后一点体面 直接就冷冰冰的来了句 这句对白很多普通话字幕都翻译成了 你还是走吧 但其实她的粤语原意还要难听得多 在粤语里头就是滚的意思 娟姐经纪人就是当面在叫影天愁滚 她对影天愁已经是刻薄到不能再刻薄了 作为同样是演喜剧出道的知名演员 我不知道乌克兰现任总统 德莲斯金有没有看过周星驰的这场戏 如果有的话 那么我相信此刻的她一定会对片中影天愁 彼时彼刻的心情感同身受 这两天我上网的时候刷到了一条新闻 原始信源是英国电讯报 说是小泽对北约的第101次求婚 不对应该是说是第101次入群申请 又被北约方面给拒绝了 而且这一次北约给小泽开出来的礼头 还给我一种特别喜感的感觉 我们乌克兰想加入北约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们太古败 你们必须反腐 严肃整治你们国内的贪腐问题 只有一个和亲海燕的乌克兰才更有希望加入北约 这个消息是由一位不愿署名的美国国防官员 透露给电信报的 据她介绍 一年一度的北约峰会马上就要举行了 不用想也知道届时 要不要把乌克兰吸收进北约这一议题 肯定会成为村会上的焦点之一 估计是早就遇见了这一点 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这回 直接就提前公布了答案 乌克兰肯定是有希望加入北约的 但是在此之前还必须满足几个小小的前提条件 比如在俄乌冲突中击败俄罗斯 比如严肃整顿乌军上下的军际涣散的问题 比如开展强力反腐消除乌克兰国内 避入高荒的贪腐 凡此种种不胜为止 2. 来来来喝了这杯再来一杯 喝完一杯还有三杯 北约给小泽开出来的这些纳心要求 让我想起了某网购平台的满减优惠政策 还有500的酒 恭喜你的拼单进度已经达到999.9元了 只要再凑齐10个名额 补上最后的0.1元 马上就可以获得千元的满减优惠了 来来来喝了这杯再来一杯 喝完一杯还有三杯 和那个名为满减优惠 实为击鼓传花的平台政策一样 北约方面也给他们为乌克兰入约 所列举的这些前提条件 引以那个很是高大上的名字 光明之桥 意思是只要泽连斯基 能把这座光明之桥搭起来 北约的大门随时都向乌克兰敞开 我上一次听到别人这么理直气壮的 和一个人提一堆这么离谱的要求 那还是看西游记的时候 凤仙骏的郡守因为一时过失 得罪了御帝 天帝为了惩罚凤仙骏百姓 这些前提条件在现实中几乎没什么可能达成 哪怕是在西游记的世界观里 哪怕是在孙悟空来看 他们也是相当之离谱的 这个故事后来衍生了一个典故 后人于是乎就常用鸡吃碗米 勾填碗面或烧断锁 这个说法来形容那些看似有戏 实则扯淡的人物 而现在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落到了小泽的头上 你们也许会好奇了 北约不是军事组织吗 这又不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吧 这怎么别人加入你一个军事组织 你们还要考核国家的腐败指标 关于这一点 电讯报倒是没在他们的报道中细说 不过想来也正常 我估计是这帮西方人把反腐畅联 这个标准视作是和民主自由 一样不言自明的政治正确 你们乌克兰都不用等我们提醒 你自己就应该自动自觉的 去满足我们提出的反腐标准 你连这么基本的条件都满足不了 还想加入我们风轻气正 满坑满谷全是善满信誉的北约 这可能吗 小泽你自己也不好意思 对吧 要么说还得是这帮西方国家的脸皮厚 这么蹩脚的理由 你们就是让我挠破头皮 都不一定能想得出来 虧我之前一度还以为 北约奉劝乌克兰在入约之前 先击败俄罗斯这个要求 就够荒诞了 结果没想到现在又冒出来个 申利 泽连斯基必须推行强力反腐 彻底跟除乌克兰国内的 贪腐问题的要求来 我要是小泽 我这时候心里头都得翻笔过了 打败俄罗斯是什么鬼啊 跟除乌克兰国内的腐败问题 又是什么鬼啊 这是我有能力办到的事情吗 我要是有这本事 还用得着求爷爷告奶奶似的 恳求加入你们北约吗 我直接申请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不好吗 怎么着 真就印了九头虫和分波二霸的那场戏 是吧 你去给我把唐僧师徒干掉 啊什么 我 对 就是你 行行行 好好好 得得得 把唐僧师徒干掉 就把唐僧师徒干掉吧 虽然听起来难度是高了点 但是这个要求里头的逻辑关系 我还是能梳理清楚的 北约是军事组织啊 那我要是北约成员国 肯定希望纳西能那个能打的进来 乌克兰有没有这本事 且两说 但只要能打败俄罗斯 就武力之而言 加入北约肯定是够了 但是 反腐唱联是什么鬼啊 我不是说这个说法不对 它很对 但是 这和乌克兰加入北约 有什么很强的内在逻辑性吗 怎么着 北约那么多成员国里头就没有一个有腐败问题的 我劝诸公一句啊 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 晒一晒洗一洗 时到时到 你们哪一个北约成员国 有资格在反腐畅联这道命题上 劫难人家乌克兰的 要是以腐败标准来决定一个国家 是否有资格加入北约 那我看现在有的那么些个北约成员国全部都得卷扑怪卷走人 要是反过来说 谁越腐败越有资格加入北约 那小泽其实现在就已经够格上北约的大人桌吃饭了 三 其实我演的都是悲剧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好笑 为什么我说电讯报的这篇报道喜一干 电影《时审》里头有一场戏 武阳九家的大厨杨振天 对自己烹制的乾坤烧鹅信心满满 觉得一定可以计压群雄 博得史蒂芬周的青睐 晋升成为新一届香港饮食界的化石人 也就是所谓的食审 结果呢 史蒂芬周再三挑剔 不是嫌乾坤烧鹅的皮凉了不好吃 就是嫌杨振天本人其貌不扬到胃口 尤其是第二个理由 听史蒂芬周这么一说 杨振天当场连CPU都给烧干 我长得丑不丑关我的菜 什么事儿 有关系你的样子长得太熟 会影响到食客的食欲 要是害得人家连饭都吃不下了 还怎么给你做的菜打分 所以没得商量 你这道菜还是要打零分 2016年小泽还是个喜剧演员 他曾经在乌克兰的一档综艺节目中 表演过一个日后民阵整个互联网的才艺节目 和他的搭档一道 当着众人的面 示范如何用自己的下三路来弹钢琴 据说这个桥段原本是小泽为他主演的乌克兰国民级电视剧《人民公仆》所设计的 但是大概是因为尺度太大了 没法直接搬上大荧幕 所以只好就搬到喜剧舞台上表演 《人民公仆》是一部政治喜剧 小泽在剧中扮演了一位素人出道的乌克兰总统 为了打击乌克兰国内无比猖獗的贪腐问题 他在剧中用尽了各种手段 虽然我不知道用下三路来弹钢琴和推进国家反腐工作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但这并不妨碍乌克兰观众对小泽的精彩表演至于热烈掌声 那样的笑脸是很难装出来的 所以我相信乌克兰人士真的很喜欢小泽还有他的表演以及他的剧本 至少是那个时候的小泽他那个时候的表演以及他在那个时候所拿到的剧本 至于现在的小泽他这个时候的表演还有他在这个时候所拿到的剧本 我就不好说了 也许就连小泽自己都没有想到 某朝一日他所饰演的角色居然会从人民公谱里的乌克兰总统摇身一变 成了喜剧之王里的偏长讨论套 紫林斯基先生正如我们的拜登总统所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欧洲国家 所以你放心 我们会就北约吸纳乌克兰的相关事宜给你尽快做出答复的 谢谢 不客气 请问是什么答复呢 什么答复啊 不如你先专注于眼下的内部问题吧 你要抽多点时间处理好乌克兰的经济大事 整顿国内的民生事务 做多些准备工作 请问是什么事务呢 什么事务啊 就是和乌克兰内政有关的三件事务 请问是哪三件事务啊 第一件事乌克兰要击败俄罗斯 第二件事乌克兰要整治国内的贪污腐败 第三件事 你说是当一个万众瞩目的国家总统好呢 还是当一个无厘头的喜剧演员好呢 你说是用下三路来弹钢琴容易呢 还是领导一个国家走出任人欺凌细耍的凄惨处境容易呢 在过去两年多以来的那么些个日日夜夜里夜深人静 当小泽躺在床上转转反侧坐卧难安的时候 依稀之间或许他还会回想起当初和搭档在舞台上表演 无厘头低俗喜剧段子的那天晚上 周星驰曾经这样评价过他的电影 其实我演的是正剧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好笑 我突然有种感觉 用这句话来形容如今乌克兰的国家处境 似乎也挺合适的 至于泽连斯基本人为我叫对文案的小伙伴 有句评价我觉得说的就很好 用来概括泽连斯基正合适 用来作为本期内容的结尾也合适 我对着镜头演了无数喜剧 到头来才发现他们的可笑全加起来 也不及现实的万分之一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